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门的问题 第一个出门说 你看看我这个独孤天下老鸭事 是不是要嘎了呀 这个没嘎呀 给足光照啊出门 你一定要给足光照 一定要给足光照 你想老鸭事啥的 你没有光照你怎么行啊 你说你摆到屋里面到盆景看 不可以的 你像有的话说老花姨 我看那些电视剧啊 或者是一些个大师啊 他们屋里边都有盆景啊 为什么我就不行 你别忘了臭宝 我跟你说 他只在屋里边最多摆个半哪月 或者一个月时间 要么呢就是人家摆到一个向阳的位置了 他其余的时间也是摆到外面去养一养 修一修捡一捡 觉得最好看的时候 搬屋里边看几天再搬出去 你以为他一直放在那吗 想多了臭宝 还有就在直播间里面 你看他们按着 很方便的直播间 人在直播间就好好的 最多几天他就拿出去 就得换几盆进来 不可能的你明白吗 光照光照光照 给出光照 这个时期该给点肥料给肥料 如果叶子过分的不好 你就把果子全部剪掉 让它先长叶子 它又不是不结果了 对吧 下个周宝说 我这个小叶鱼树是不是要嘎了 良心两个朋友问这个盆景的问题了 你养盆景有没有光照 我再问一遍 没有良好的光照 就尽量不要养 你也看出来了 这两个花友都普遍的有点水大 敲光通风差 尤其是他说的这个鱼树 从图片上看的话已经嘎了 就已经嘎了 已经从标本了 但是呢具体的没有用肉眼观察到 只是给了一个图片 你像有的话 我问这样种具体的死因是什么 你可以通过苔藓来判断 它就是积水恶根了 明白了吗 你像很多的花友理解不了 他们养盆景用的那个盆啊 都是不大 而且呢 它会定期的换土修根 因为这个很多的花友买回去以后呢 基本上两三年都不换一次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事 根系老化 而且土里面没什么营养 老化了之后它就烂 烂了以后它整个的烂根 它就开始扩散 为什么人家每隔一两年 就把这些个老根系剪掉 让它长新一根 换新土啊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一直跟话我们说 养盆景这个呢 是有换土 有修根 有修剪 有这些个说法的 你像养这种 不存在 它就一直换大盆 一直换大盆 越养越大越大越值钱 你养大了 你可以找我来换小的 我不给你要钱 不给你多要钱 对吧 懂这个事啊 像说我说 虎卫天门东咋的呢 虎卫天门东烂根的 这般这种都是出现了烂根啊 这个东西地灾都能活 除了东山省 其余的省份都可以地灾 还有这个西藏那边也不行啊 就是除了零下20度以上的天气 你像零下 你只要偶然有几天超过零下10度 没事 像我们山东地区 一般零下五六度 它都可以地灾 还有一个事呢 就缺光啊 臭宝啊 你尽量的 怎么连续三个花友 都是光照不怎么给 然后这个虎卫天门东的这位花友啊 你可以修剪修剪 就是把不好的叶子全部剪掉 然后给它用点肥料 这玩意其实蛮洗肥的啊 喜欢在这种松松肥沃的土壤里面长 这个你就别光过拍个叶子 你光从叶子上 看不出个一二三来 你拍整体 什么叫整体呢 就是你不能说 哎呦光拍一个叶子 你看看这个花 两张图片 整体的 让我看到 我就有办法给你下定位了 现在只能修剪啊 施肥啊 是吧 给光照啊 正常的浇水啊 只能给这一家 下个周宝说 自质花有这种秀斑什么问题 这个呢 一般是缺肥而导致的 缺肥缺水 好吧 给足光照 给足水肥 别的没什么 下个周宝说 米兰 黑点点 还是缺光 缺光 这今天的问题都是缺光 别的话说 老花一 你能卖给我点光照吗 这个卖不了 别的话说 我能用灯光替代吗 灯光不可能完全替代太阳 明白吗 不可能完全替代 先亮的该给光的给光 你真的光照不好呢 你就 换点那种耐硬的花 或者是 换个房子 加油吧 臭宝 这不错 今天点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养花支持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白了 臭宝 嗨 嘿嘿 嘿嘿